做愚蠢的智人 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莎士比亚天逊是最高的克己功夫 莎士比亚后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玄空的希望 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 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 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 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 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为气的声音 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过它的知觉 恋人的感觉比带颗蝗蝗牛的触角还要为妙灵明 恋人的蛇头是善于变味的巴丘斯希腊旧神显得迟钝 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恋 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倘若拿出来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 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 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 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们高声夸奖 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 莎士比亚志向不过世纪的努力 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 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圆埔 我们的意志是这圆埔的人 因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 上是万行情 莎士比亚春光不自留 莫怪东风恶 莎士比亚女人 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 胜于不定的浮华 穷收集欲的人 要是贪得无厌 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 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亚无颜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无颜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勇敢的人 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 不以身外的荣辱戒怀 用其是明人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横阔 莎士比亚多听少说 接受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 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 照照亮别人 否则等于没用 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 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 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谁生着 让他自己去传达行诉吧 总不要请别人代劳 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 在她的魔力之下 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 追求石后的性质 总要比享用石后的性质浓烈 一艘清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 多么像一个骄傲的少年 给那轻狂的疯儿爱抚楼抱和事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 船帆也变成了歹劫的破纳 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 给那轻狂的疯儿四一七零 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莎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 必须在一群竞逼之前 成才能够写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的外貌 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 心如止水的神器 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 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生存 思想渊博 他们的神器之间 好像说 我的说话都是轮音天语 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 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 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 博得了智慧的名声 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 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 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 莎士比亚美